这段对话出自由马博庸小说改编的同名网剧《古董区中区》 小女孩和爸爸逛街的时候 不小心弄坏了路边小摊贩的古董被对方压榨 许愿挺身而出证明那个古董是赝品 从而帮助父女两个人结了尾 单纯的小女孩似乎还无法接受成人世界里这种赤裸裸的谎言 她一边哭一边问出了上面的那句话 而许愿的回答看上去避重就轻 却很好的保护了一个小孩子 她善良纯洁的内心 坦白说我不是这部同名小说的粉丝 看这部剧也只是冲着夏宇 乔振宇 王刚 罗忠 这一票实力派的演员的名字去的 虽然戏谷云集制作精良 明镇暗斗的戏码也很过瘾 但其中最打动我的 让我决定追下去的 就是小女孩和许愿的这段对话 短短三两句的对白 一语道破整个句的主持 见古意 见人难 古董也好 人心也好 繁杂混乱的世界里 真假越来越难以辨认 也许只有那颗赤裸纯粹的真心 才是最值得守护的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藏桌成了人们氛围真理的出事方式 与人交往的原则不再是坦诚相待 而变成了利弊权衡之后 一个趋利弊害的结果 许愿说 人必须得消除偏见 才能互相信人 偏见是什么 是许愿的爷爷 背上叛国的名声死去后 许家三代 再也没能避开世人的冷眼嘲讽 是皇家铺子出现赝品佛头之后 大家开始下意识地疏远黄奄奄 不想让她参与到佛团安的调查 是人人都以为富贵 只是个倒卖假货的古董贩子 事实上 她才是真正为真相奔波坚守的人 有人说 人生而孤独 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 遇到一个完全懂你 完全信任你的人 别说是迷雾重重的古董剧中剧了 就算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你也很难完全去信任谁 我曾经亲眼见过火车站乞讨的残疾人 在人群散去后的小巷子里 一层一层地卸掉伪装 一边数着手里不多的纸臂 一边唾骂路人的冷漠和小气 也亲身经历过 全心全意地爱了一个人很多年 满心以为可以和他从校服走到白头 却突然之间成了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种拼命爱过 又突然失去的感觉 真的不好说 就是因为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欺骗和失去 太多了 我们都不想再受到伤害 于是我们只能把自己的真心 一层一层地包裹起来 我们宁愿冷漠 宁愿麻木 宁愿一个人守着孤独消磨时光 我们安慰自己说 这样挺好的 没有陌生的东西走进我们的生活 不用费尽心思地去揣摩 那个突然到访的人 他是敌 是友 也不必经受 得到过后又失去的伤头 可是当生活圈子 被固定在已有的几个朋友当中 当那些突然到访的心动 幸福和激情 在一次次的犹豫胆怯中被错失 我们才突然发现 原来盔甲之下这一方 安全之地里的快乐 其实他很孤单 当黄爷爷一把拽下脖子上的坠子 当作信物交给许愿 并说 我的可以砸 我这也是祖宗 数到头的一件宝贝 看到这个总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姑娘 在那一刻 他放下了偏见 决定信任 并结交眼前这个 其实很陌生的人的时候 我竟然没出息地哭了 我一直以为 勇敢就是不害怕 那一刻我明白了 真正的勇敢 是明明感觉到害怕 却还是愿意为了某个人 某种信念 选择直接去面对 选择毫不设防 我想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一定都在期待着那样的时刻 期待着那样一个人 让我们可以卸下所有的防备 赌上所有的真心 去信任他 依赖他 今天通过分享古董局中局 想要跟大家说 希望我们的人生 至少有一次 可以卸下沉重的防备 不计成败的 去爱想爱的人 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去过 没真正期待的人生 晚安 祝你好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